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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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进行他们各个领域的创作 像我本人是创作比较多的类型是把艺术和科技相结合 然后有一些编程上或者霓虹灯管之类的制作 是在国内念的本科然后过来考的研究生吗 我是在美国念的本科 美国念的本科 疫情之后回国然后再到日本来考的 这个东京艺术大学据我所知是日本最难考的一个艺术类的院校 就是因为东藝大是日本全国唯一一所国立的美术大学 所以就是竞争是很激烈的 然后像我就读的这个国际艺术实践科是一个比较新的科目 然后是2016或者2015年创立的 然后主要是留学生的数量会比较多 中国人的占比还算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啊 一届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那今天的这个艺术的事集也请您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的 像这个叫Gay Sai是艺术季 然后就是艺术集市的意思 然后今年这一回是新冠疫情之后第一次这样子对外开放 然后有不同的活动这样子 然后之前是线上和一些更小规模的活动 然后主要是分为艺术集市这样一个部分 然后还有Open Campus 然后有一些表演和展览在校园内 是每年一次 是每年会有一次 每年都是同一个时间段 你们为什么叫一大孤岛这个名字 就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GAP这个学科是比较新的一个学科 所以和别的科的交流目前还比较少 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校区不在上野 在取手 就是刺程的取手那边 所以相对离东京本校的校区比较远 但是现在开始我们也慢慢的 就是尝试去更加多的跨部门之间的交流 然后像今天除了我们这个GAP除了在这边摆摊以外 还会还在那个校园里有那个live performance的演出也有 取手校区它的那个面积比较大 然后它可以放下很多大型的工坊 比如说玻璃工坊 然后石材木材工坊 所以那边的话就是更适合我们这样子做多媒介的专业 还有像先端艺术表现科也在取手 除了取手校区还有签注校区和横滨校区 然后会分不同的专业在不同的校区 像横滨的话是印象科在那边 然后签注的话主要是艺术学还有艺术管理之类的 今天看到你穿的这个衣服很特别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可以 这个是艺记的法匹 然后会其实是每个学科每个部门 他们在一起 然后全都是手工制作的 像这个上面写的是图案弦乐 然后艺学和作曲 其实就是艺术史然后设计科和弦乐科还有作曲科 他们四个部门一起制作的这样一件法匹 然后它是和外面那个神教是配套的 像这一件是配那个有一辆猫的山车是配那一件 那这个是每年都不一样的还是是的每年都不一样 然后它有很多款式然后是根据学科他们自己设计然后制作的 这边是我做的书然后这边两本是我买的旧书然后把它重新装订以后做的精装书 然后这边是合适的装订方法 就是它书它本来也有一个封面嘛 然后就把封面全部拆掉以后 像这个是线装本它都是 这里看不到 但是它里面是用线就是装订起来的 像这个上面旁边它都是因为发黄老化了 然后就重新做好这个外壳以后之前要裁断机再就是把三边也裁断 就是显示出它这个纸本来的颜色 这个我在大学时期学过 然后加上我自己比较对书感兴趣 然后我觉得这个蛮有意义的 然后日本神宝丁那边就是有很多很大型的古书市场 所以我经常会去那边掏书 可能比如说这种修复补服的这种服务一般在日本是比较普遍的这种 这是比较少吧 而且现在做的人也很少 因为这个纸质媒体越来越少了 像我是在一个我现在在瘸道桥一个老师那边一起做 然后他也是很老的一个老先生了 其实是不同的合适的装订装法 这就是线装是吗 对这就是线装 现在的书一般是胶装 就是用胶把它干起来 所以这还算是比较老一点的那种方式 这是非常古老的方式 这是日本和中国用的比较多 然后像这种就是洋装的 就是叫就是欧洲啊 那个美国用的比较多 这种感觉是清朝年间那边的 是像这个康熙投机就是康熙那个时候 这叫Risograph是一种日本人发明的一种印刷机器 然后它的原理和丝网印刷比较像 但是是全靠机械印刷 是不是说这个本商的 是 然后这个图案 那这种印刷值会很贵吗 就是比平均的那种 不会 其实这个印刷机器它刚发明出来是用作那个公司里面大批量的文件印刷 因为它比起传统的激光打印机或者喷墨打印机 它的速度非常快 这是你自己家的狗 对 这是你自己缝的吗 没有 这个是我在网上定做的 已经卖完了 这个是他们的照片 是吗 真的好可爱 真的好可爱 有三个狗 对 一楼眼就看了这个很可爱 都卖完了修过 都卖完了 真的 那这个会在售吗 会 也是follow什么 在我的instagram 然后这三个是摄像的作品 然后是没有经过修图的 就是直接拍出来就是这样 它是用一种特殊的方法 达到没有影子 所以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得很平面化 所以 嗯 然后这边是 呃 也是摄影作品做成的明星片 然后 这边是用乐高做的胸针 工艺作品 然后还有这下面是 铜板画的作品 铜板画就是 呃 用很细的针在铜板上面做画以后 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处理 然后最后用酸腐蚀那个铜板 然后让 呃 凹下去的部分 能有那个墨水渗透进去 然后最后 呃 在铜板上画的地方就可以印在纸上 这个是那个树枝粘土做的 树枝粘土做的 然后这里面有辣椒的种子 啊 辣椒的种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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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叫杨洁 然后现在是一大修士二年级的学生 然后我们的专业是 Global Art Practice GAP 我认为是一大最包容的一个专业 因为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东西 我本科是在国内读的 卢群美术学院 以前是学油画的 然后后来转了丙烯 现在在一大其实我还是在做架上的内容 现在我们在上野公园 然后能看到有好多都是一大的学生 然后我们卖一些自己做手做的东西 或者自己设计的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是十个人 我们都是GAP的 嗯 我们是十个人组成一个摊位 然后我们各自售卖自己的东西 嗯 然后所有的东西单价都不能超过一万元 嗯 然后规定必须是自己的设计 自己制作的 嗯 这边是我的作品 还有前面那三个 嗯 这三个是 一个是小盘子放一点小东西 嗯 然后还有竹台 嗯 那它基本卖的差不多了 因为我这些手捏的东西都是一样 只有一个 嗯 然后这这边的戒指也是一样 只有一个 嗯 这些是3D打印的戒指 然后后期上的色 嗯 然后这个是十素粘土捏的戒指 嗯 这这种就就 其实可以做很多个嘛 然后这个就是每一个款式 只有一种 这个的灵感是兰花 其实是和我同学合作的 嗯 因为它现在在做3D打印方面的东西 嗯 然后我比较擅长的是手工 所以我们合作做的这款戒指 所以我们合作做的这款戒指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嗯 这个好可爱 嗯 这个其实是我和我的朋友合作的 因为它现在在专门弄3D打印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工作室 这个其实是很零食的想出来的 突然的一个 突然的一个 東京芸術大学工芸科 中近研究室学部4年生の大堀珠美です 今是芸衫艾厚这一点 芸衫艺所说的 芸衫园 其实是芸衫章 那是芸衫章 芸衫章 是芸衫章 之间 这些是芸衫章 是芸衫章 是芸衫章 之间 是芸衫章 作用某些 或者是芸衫章 是芸衫章 我成为 芸衫章 柳车上是大這款文字 這是珍珠的 這是煙的 這是泡蜜的 還有一款 這是小指的 這是金色的 是金色的 有很多 我還要很多 這是同樣的 是金色的 我以前把柚子弄一模板都描了, 可以為 terrible拋棄。 店員每次都是一名粉紅的女生。 她是瘋狂的繞蝌。 她是自身。 和它們一成員的護盤。 而且是缺乏作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跑到 tuna 我今天好像一路 妳要出來欸 美酒湯 我現在是在東京藝術大学的大學院修士二年生 工藝科的陶芸専攻 現在是陶芸的器材 我用了這些技術的衣服 我主要做的衣服 將會有薄過的衣服 三個的衣服 這是鍋的用作的衣服 背後是土壌尼利用的精薯 雖然也是晶機的衣服 積液體製造的衣服 谢谢大家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